能够在境地造佛塔 护持见识 可以成就无上功德 妙法莲华金云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魔佛 皆共成佛道 我们入寺院道场礼佛参拜 即可成就佛道 更何况护持见识 更有无上的功德 我们在法伐经里面 他有提到说 我们一入塔庙中 行一个问讯旅 或者是一个虔诚的合掌 将来都是成佛的种子 因此我们万元寺 在见识的过程中 很多的菩萨们 他们都很发心地 来拥护 来护持 也因为他们护持了这个因 将来一定是感到 解脱成佛的果报 据舍论大书第一品中说 有漏的善法中 修金善堂的功德最大 智者入门也说 禁地造佛塔 为身众修佛堂 和和破身众 修此词无量 乃是示范柱 意思是说 在禁地新建佛塔 修建金堂寺庙 僧侣借由文思 消除对佛法理解上的差异 修习此无量心 这是世间 四种最大的福德事业 大慈三万元寺 日前大雄宝殿 上粮典礼完成 新建工程还在继续进行 需要十方大德的护持 让佛法弘扬 十方新闻 黄慧如 肖瑞峰 苗栗 采访报道